嗨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環繞音響大學 第二集我們今天要來專心 非常專心的要學習一件有一點小小難度的事情 什麼小難度 好像我們第一集就還蠻難的 裝飾音之轉音 裝飾音之轉音 那因為轉音其實有很多類別 很多類型 我們今天先分享 這一集我們先簡單的分享一個小轉音 基礎的三到四個組合起來的 對不對 對 就可能三個音 從三個音開始 比較簡單 然後可以容易上手 所以我們挑了一首 剛好也叫《愛很簡單》這首歌 來給大家做示範 然後教大家怎麼樣在一句的旋律後面 加上一點點的裝飾音 讓它變得聽起來一樣 老師 所以是說就是歌詞的最後一個字上面 對 對 就很像是一個蛋糕 上面加一些奶油的那個裝飾 沒錯可以這樣講 小小的就好 好的 我們都先不要太多 因為知道有時候常常有人說 轉音轉那麼多 嗯 嗯嗯嗯嗯 怎麼那麼油啊 哈哈哈哈 好 原本的創法 OK 我們先來聽一下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說句起來 忘了是怎麼開始 也許就是對你 有一種感覺 好的 好 就這麼短 對就這麼短 我們先就用這三句來示範 對 就讓大家知道 如果這三句 因為應該是說 在每一首歌曲大概三到四分鐘當中 對 我們可能會重複兩次主歌 對 所以我們如何要讓第二次的層次 跟第一次的有一些些不一樣的 沒錯 對 那我們可以來做一件事情 對 轉音環繞的事情 Ready 忘了是怎麼開始 也許就是對你 有一種感覺 哦 大概是這樣 真的很不一樣耶 除了有奶油之外 奶油之外 還加了一些巧克力碎 哈哈哈哈 這麼會形容 哈哈哈哈 因為吃的我很會形容 哈哈哈哈 現在要講到美食節目 對 就要美食節目 哈哈哈哈 美食節目也可以找我們 哈哈哈哈 哈哈 有點好笑 對 好 那大家其實剛才聽了一下 應該就覺得 裡面好像有一點不一樣 可是那個很快速的過去的時候 想說到底哪裡不一樣 到底要怎麼樣去練習 對 好 其實你如果再倒帶回去聽的話 就會發現我只是加了三個音而已 就是 忘了忘了是怎麼開始 也許就是對你 有一種感覺 大概是這樣 剛剛我們可能沒有那個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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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我壞奇怪了 哈哈哈哈 太油太油了 哈哈哈哈 牛嘴滑舌搞什麼 就你嗎 哈哈哈哈 對對對 沒有那麼多 對 所以其實 可以先從三個音開始練習 對三個音開始 然後你也不用到到每一句就是都加那個轉音 對 你可以就是 自情調配啦 對 就是像你調酒一樣嘛 是不是 又講到吃的 對 就每個人喜好不同 對 有些人喜歡一直聽到轉音 你可以示範一個很多轉音的給我聽一下嗎 就還沒有開始唱就在 忘了是怎麼開始 也許就是對你 有一種感覺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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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概 就是很煩 這個真的是 蠻多的 哈哈哈哈 但是這個就是說 你已經可以在各大和弦當中是熟悉的 然後可以去在這中間遊走 所以才可以不會轉到走音 因為組合完了 你必須要練習 而且還要多聽幾次 怎麼樣調配才是最完美的一首歌 對 三個音其實就可以玩蠻多種畫樣的 比如說剛剛的 啊 啊 啊 對 它除了可以放在 愛很簡單 它 包括 女生的歌好了 女生的歌 相信你只是怕傷害我 不是騙我 很愛我誰會捨得 對 欸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那個 就是其實輕重音 或就是那個柔跟鋼 那個調配也是要注意 對 我們給大家一個方程式去練習 對 就是一個方程式 對 所以這樣講 我們應該 我覺得大部分 喜歡上課的朋友 應該都會 蠻容易可以 get到你在 對 或者不是什麼 好 那這一集的 環老師的這一堂課 就到這邊 今天的環繞影響大學 就這樣子 在這邊 下課了 下課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